好 我們今天就是要講個 厭光有相關的英文單字 那首先我們非常開心的可以請到 醫學院的學生立位 好 他有點害羞不過沒有關係 那首先我們第一個英文單字就是近視 那我們一般近視要怎麼說呢 nearsighted 那遠視呢 遠視怎麼說呢 farsighted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英文的遠視 其實就是常常會說老花眼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那接下來這個立會就用醫生的角度 我們剛才講近視還有遠視特色的力區 那我們來做一個對話 Do you have glasses? Yes, I do Are you nearsighted or farsighted? Nearsighted 那基本上就是我進醫生的office 他就問我說我們戴眼鏡 我說有 那接下來他就問我說近視遠視 然後我說我是近視 那接下來下一個英文單字呢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我閃光 閃光的英文是什麼呢? Astigmatism Astigmatism 好 那接下來就我們跳到立句做一個示範 Do you have astigmatism? Actually I don't know 另外就是他問我有沒有閃光 那我就說太清楚 那醫生可能就會做一些測驗 測驗出到底閃光的程度是多少 那接下來我們常常說我們近視幾度幾度 比如說500度啊幾度啊 那這個度就是趨光度的意思 那這個英文應該要怎麼說呢? Diopter Diopter 那常常我們說假設我近視500度 OK 那放到英文其實就是-5.0Diopter 那如果是遠視100度呢 放到英文裡面就是-1.0Diopter 白內臟呢? Catarax 那還有就是我們常常聽到說 我們有老花眼 那老花眼的英文是什麼? Presbyopia 好 那這個在影片的最後 如果你有什麼不懂的話 沒有關係回去看影片就懂了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開始唸 自我介紹一下用中文 I don't like you 大家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不...不... Do I have to be in the camera? Yes you do Umm... You would get here at one music? I hate you